图书馆门口捡了一只淋湿的小奶狗 同是天涯可怜人的我们合租了 天真的我傻傻落入他编织的情网 咕咕咕 我摸了摸正在唱空城记的肚子 看了看窗外泛白的太阳 放下手头还没翻几页的课本 打算去食堂先填饱一下我的肚子 万万没想到老天爷的脾气比我还小孩子 五楼到一楼的距离 转眼就乌云密布 大雨倾盆 无奈的我回头去拿伞 恰好赶上中午吃饭的高峰期 电梯挤了好几趟才挤上 到了楼下发现大家都散得差不多了 这时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右手抱了篮球 左手拎了一个喇叭 一块积分牌还有一个秒表 冒着大雨冲向图书馆狼眼 他额前的头发已经被打湿成一缕一缕 身上的白T恤也被雨滴砸出一条一条印记 还没来得及喘顺气的他 口袋里的电话又开始响不停 他只好放下右手的篮球踩在脚下 拨弄了一下滴着水的刘海 刚接通的电话对面就传来催促 顾恒你小子去哪了 让你球场清个场 把自己都清丢了 快过来 体育馆等你放了器材去吃饭呢 嗯好 学长就过来这么大的雨 跑去体育馆肯定全湿透 我这么想着 但脚步并没停下的从他身边经过 哎 同学可以借你的伞送我去一下体育馆吗 我抬头望向他 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摇了摇头 和不认识的男同学共打一把伞不合适 同学 帮帮忙吧 你看看雨这么大 临过去会感冒的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他说完还特意低着头 眼睛扑闪扑闪的卖萌 行吧 去食堂反正也经过体育馆 这么大的男生都撒娇卖萌了 待会在撒泼打滚可怎么办 谢谢啊 同学他咧嘴笑的时候露出他的虎牙 将手中的篮球抛给我 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伞 雨下的很大 丝毫没有要停的驱使 我抱着他的篮球 拘紧的站得很远 小伴的肩膀都在伞外 他撑着伞 热络的向我介绍他自己 我叫顾恒 今年大三 计算机系的 你呢 一个骑着小电驴风驰而过的外卖小哥 压到了路边的小水坑 溅起了水花 顾恒连忙拽了我的手腕一把 往前一带 他撑着伞的手臂间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环抱一般 他的手掌很大 拧拧拧着东西 却还能抓住我的手腕 他的手掌很热 环住的手腕和我的脸庞都微微发热 头一次有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我内心的连衣 就像刚刚被溅起水花的小水坑一般 晃动不停 到了 谢谢啦 任美心善的同学 顾恒的话叫醒了沉浸在自己幻想的我 魔人的考试月结束 暑假来得很快 我找了一家专业相关的一家公司实习 业界排行top3 为了拿到这家公司的实习机会 我提前了差不多两个月准备 报道那天 我去得很早 在会议室里等的时候 推门进来一个男生 高高瘦瘦 向后输得刘海 有些熟悉 却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嘿 同学你好 实习报道是在这吗 他一边推门进来 一边活泼的打招呼 嘿 任美心善的同学 好巧啊 上次谢谢你的伞啊 哦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不是图书馆遇到的那男生吗 那天被淋湿的小可怜 特意打扮成熟的样子 有一丝滑稽 还有一丝可爱 还有我那短暂的心动瞬间 男生很热络的坐到我的旁边同学 上次你还没告诉我你交什么名字呢 我叫林静 金管系 大三 林静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之后一起加油 互包互助呀 这男生还真性格开朗 自然熟呢 我鸣嘴礼貌性的回了一个微笑 没再接话 一会儿人都到齐了 林导做了简短的说话 便按照分好的部门前往报道 我被分在市场部 顾衡被分在科技部 我们办公区紧邻着 和我一起被分在市场部的 还有一个女生叫孙青 顾衡嚷着 科技部没有熟人 每天往我们部门跑 和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一起回学校 这天中午 我和孙青一起去食堂吃饭 电梯口碰上 正打算过来找我们的顾衡 恰好聊起暑期学校安排 学校宿舍暑假 因为需要翻新装修 不允许我们留校住宿 我打算在公司附近短期租住 但租金都比较贵 所以问苏青要不要一起合租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 苏青有点不太好意思的说 好吧 我再看看 我有点失望 眼前的饭菜都不香了 眼看宿舍马上要关了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合租 林静同学 晚高峰的公交站台有些拥挤 顾衡隔着一堆人 边喊边朝我招手 然后积极灵活地穿过人群 站到我身边 林静同学 你中午是在说要找人合租吗 我也想在公司附近租房子 我们可以一起啊 啊 不太合适吧 男女有别 我听完他的提议有些惊讶 哎 主要公司附近的租金有点高 要是我们合租的话 实习工资才够负担 我父母年纪大了 顾衡语气有些低落 还摸了摸眼角 确实 有人合租压力小很多 而且我们情况都相似 我内心开始有些波动 顾衡接着又说而且 现在很多男女合租的 你看我还可以做饭 可以帮忙打虫子打蟑螂 修灯泡 打扫卫生 他那双眼睛真诚又可怜巴巴的望着 就差没把我很可怜写在脸上 那我们明天下班一起去找房子吧 我最受不了这种可怜兮兮的注视 接下来我们火速地确定了房子 赶在宿舍关门的那天搬进了合租房里 顾衡的东西不多 就一个行李箱里放了几身换洗衣服和鞋 其他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顾衡提出去超市买些生活用品 顾衡像是不常进超市的样子 推着车在各种货架间乱转 东西好像也不看价钱 太顺眼了的就扫进购物车里 也不考虑价钱和数量 逛到生仙区 顾衡兴致满满地说晚上我做饭 我们庆祝一下搬家 不太擅长厨艺的 我对他的提议亚姨不疑你还会做饭吗 嗯 在家鼓刀过一段 说着他选了两个西红柿 一份排骨 还有一些东西放进购物车 回去之后 我回房间继续整理我的东西 顾衡马不停蹄地去了厨房 如果我认真的听了 他在超市说的鼓刀这个词 我绝不会放他一个人进厨房 这无疑是一场席卷整个厨房的战争现场 餐桌上排骨和西红柿炒在一个碗里 厨房里的过碗瓢盆都离家出走去串门了 整个厨房热闹又混暖 顾衡一脸茫然的 不知从哪开始下手收拾 最后的晚饭 还是仰仗了送外卖的小哥 搬家快乐 希望我们实习顺利顾衡举着外卖果汁 冲我露出他的虎牙时 我哭笑不得望着他 小伙子精力真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搞完厨房卫生 这会儿能笑出来 实习生活忙碌且充实 如果不是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 我都快忘记了我 还有这样的家庭 静静啊 你弟弟这次期末考得好 想要一个新手机 你看看你这个做姐姐的 是不是要奖励一下 从来不问我学习生活 也不关心我 他们心中永远只有他们的宝贝儿子 而我就好像是个提款机 考得好是好事啊 考了多少名啊 我爸妈教官长大的弟弟 从小就不读书 天天只会打游戏 当混是魔王 他能考好也才是奇迹吧 他说他名次往前进了两名呢 一说起儿子的母亲 就一脸的骄傲和得意 进了两名也还是倒数第三 这哪是什么进步 是搞笑吧 真棒啊 进步这么多 那就靠弟弟自己好好学 等他拿了学校奖学金 自己奖励吧 我自己在外读书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没钱给他奖励 我妈一听要不到钱 语气立刻就变了一个白眼狼 这是你亲弟弟 让你掏点钱奖励一下怎么了 我们供你吃供你穿 养你这么大 给你弟弟花点钱怎么了 我没钱 就算我有钱 也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 和你们没关系 和他更没有关系 我硬气的说完这句话 然后果断结束了通话 虽然嘴上还记很利落 可我的心里充满了沮丧和失落 从小到大 我都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爸妈有好吃的好玩的 只想着弟弟 弟弟不管要什么 他们都会答应 都会给他买 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所以爸妈才喜欢弟弟多一点 后来发现 他们只是单纯的重男轻女 我便不再考虑他们感受 做好自己才重要 呀 你怎么不开灯 一个人坐在这边趴搭 客厅的灯被打开 顾恒从外面进来 一眼就看在窝在沙发上的我 我吸了吸鼻子看向他 却没回话 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了 一个人躲在这哭鼻子 顾恒见我不太对劲 便问了好几句 谁欺负你了 实习受委屈了 我帮你去揍他 边说着 他扬起他精瘦的小胳膊 脸上坐着鬼脸 放着狠话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笑起来好看多了 带你去喝奶茶开心一下 顾恒拉着我从沙发上起来 我本来不太想去 但是顾恒在旁边撒娇 卖萌装可爱 说他想喝奶茶 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排队 趁我沉默思考时 他拽着我出了门 这天晚上 我们一起排队喝了奶茶 在街边的公园里看星星 他说了好多好多的冷笑话 来得我开心 我们之间的关系 好像在一点点的靠近 像是那天大雨里的心动 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孙青扬了扬脖子问静静 你看我的心下脸好看吗 嗯 好看 新来的吗 孙青害羞又娇称道不是啦 我男朋友送的 昨天我生日 他带我去吃了烛光晚餐 还悄悄给我准备了礼物 明明自己很累 还特意布置房间 吹了好多粉色的气球 哦 生日快乐呀 谢谢我其实都不想 这么隆重地过生日 和他一起就很开心了 他非要准备 孙青一边抱怨着 可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 这么一说 我也快生日了 可是从小到大 我的生日就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从来不会有人记得 也不会有人帮忙庆祝 顾恒好像察觉到了 我的情绪起伏 甚至孙青在那滔滔不绝的时候 拉了拉我的衣袖 偏头小声问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晚上 我又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就听见那熟悉又刺耳的声音 你弟弟下注就过生日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在外面打工这么久了 你没点表示吗 我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面又开始喋喋不休 也不知道造什么孽呀 生你来讨债的吗 弟弟生日都不放在心上 你看看隔壁小刘家儿子过生日 又是新款鞋 又是生日聚会的 弟弟 生日 从小到大 我就只是个工具人 亏我每次看到电话 都还在心里抱有一丝的幻想 接了电话 才发现都是痴心妄想 我正准备直接挂电话 听筒对面传来父母对话 父亲 你跟他说了没 赵家还等我们回复呢 十万块可不是小数目 母亲 哎呀 差点忘了这重要事了 现在就说 母亲扯着嗓子 在电话那边让林静 你弟弟生日 你会回来吧 你这读书也没看见 有什么长进 钱也不赚钱 你爸给你物色了赵家儿子 你干脆书也别读了 回来结了婚 生了大胖小子 辍学回家结婚 还是赵家儿子 邻居赵家开小卖店 卖假货 说是赚了钱 结果生了个儿子是个傻子 那赵家男人天天打他老婆出气 这都是众人皆知的事了 我父母真是吓得去手 我再也不想听任何一句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需要好好把握这次实习 彻底逃离 最近我发现 顾恒有些奇怪 他总会看一些厨艺教程视频 每天下班也神神秘秘的 前两天还照着手机教程 修好了厨房的门把手 和通往我房间廊道上的灯 修完还不忘自夸道 你新闻这条路上的灯 你回来了 准备吃饭桌上摆着西红柿炒蛋 可乐鸡翅和紫菜蛋花汤 摆盘像模像样的 快尝尝看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学的哦 喂我学的 为什么 我有些不太懂 哈哈 就为了改变一下你心目的那个 我第一天差点毁灭了厨房的糟糕形象 我尝了一口 忍着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真不错 他一脸臭屁又自信的幼稚模样 我就说这对我不是什么难题 说完加了一大口西红炒蛋塞进嘴 没过两秒 他冲上厕所 哇 这也太闲了吧 我在餐桌边校的前腐后痒的 顾恒凑过来 晚尊都怪你太甜了 所以菜里我就多放了点盐 中和一下中和一下 饭后 顾恒又神秘兮兮的拿出一个眼罩给我戴上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男人手里捧的蛋糕 自带BGM的从厨房走出来 还给我戴上了一顶生日帽 静静 生日快乐 我今天生日 一个我自己都不太记得的日子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生日的仪式 从小灌输我要牢记的只有弟弟的生日 我需要给他准备礼物 而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待遇 第一次有人为我唱生日歌 特意给我过生日 这让我十分感动 甚至有一次不知所措 别愣着了 快许愿吧 我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紧接着 他从卧室里抱出来一只一米多高玩具熊 胸前绑着大大的蝴蝶结 脸上带着憨憨的笑容 额前故意往上输得几缕毛 乍一看 像极了顾恒特意扮成熟的模样 来抱着熊 我给你们拍张照片说着 顾恒把熊玩偶塞进我怀里 拿手机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 顾恒你这都拍的什么呀 熊都是糊的 没对上焦呀 你这拍照技术也太菜了吧 顾恒凑过来看了看屏幕 脸上的窘迫一闪而过 一脸自信又耍帅的样子 但拍的是你啦 小兽星 我的相机只对焦到最美的东西上 我心里的粉色小泡泡 一个一个的飘动着填满我的心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暑期实习的第一个月过去很快 周一上班的早晨 主管找我们谈话 告诉我们部门有一个留用名额 会给到实习表现优异的人手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 如果顺利留用 公司的福利待遇 能让我很快的从家里完全独立出来 不再受我爸妈控制和白眼 更不会需要嫁给那个什么赵家儿子 我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努力 抓住这个机会 林静 我们一起好好加油 公平竞争出办公室的时候 孙清带着一脸的鼓励和亲切说道 嗯 加油 当时的我就是太天真 竟然还觉得有人一起努力和进步 是件好事 后来才知道 面上效益满满的绿茶才是最可怕的 而我见茶能力还需不断提高 之后一周 主管交代给我的几项工作 我都积极完成 并提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主管在团队会议上表扬了我 没想到 这却使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段时间里 不论是食堂还是办公室 总有人看见我会指指点点 小生议论些什么 吃饭时 顾衡小生和我说 静静 你知道吗 有人发了匿名邮件 全公司都在议论你复读一年的事 哎呀 不就是复读吗 多正常啊 孙清听了之后 连忙安慰我 孙清 你声音就不能小点 全食堂都听见了 顾衡看了孙清一眼 我连忙大话没事 孙清也是好心 议论就议论吧 复读也是事实 毕竟在家听过的难听话多了去了 习惯就好 可我听他们说 这可能影响你流用啊 顾衡一脸比我还着急的样子 没事 我好好努力 剩下的就交给公司决定吧 我开了怕顾衡的肩膀 复读这件事本来没几个人知道 我爸妈当年为了让我能尽早就业去赚钱 偷偷改了我的高考志愿 我为了自己的梦想选择复读 父母一气之下断了我的学费 我只能自己去打零工赚学费 这件事我只跟我的前男友提过一次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A 你们看邮件了没 我们公司居然能看得上这种复读了一年的 还招来实习 B 是啊 能进这的哪个不是国外名校 双一流高校的毕业啊 C 就是说啊 这水平都能进来 不是有人就是有点手段吧 A 你这么一说 有点道理 邮件里好像也有这么个意思 我待会再去看看 保护其是个大瓜 食堂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看来是有人发的真正名邮件 不但提到我复读的事情 还恶意揣测和造谣了些什么东西 顾衡在一旁听得气鼓鼓的像只河豚 不管不顾的冲过去 想跟人家理论 被我和孙青拦了下来 咽不下这口气的顾衡 天天说要帮我 我却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没想到我的置之不理 换来的却是更为变本加厉的谣言 公司开始传我是出卖身体 生活不减点 才能得到这个实习机会的 而我却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某个周一早上 公司论坛上火了一篇帖子 从头到尾详细记录着 我的高考成绩和高考志愿被创改的事情 后面还附有多名认可老师对我的评价 这篇帖子的出现 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虽然还是有一些人沉浸在自我想象中 看不到世界的光纤面 A 你们看帖子没 有钱都是鬼推磨呀 这个人老是评价怕不是造假的吧 C 也是 不过他父母这改人志愿也是不厚道 B 看这家庭风气 估计孩子也好不到哪去啊 中午吃饭 食堂里议问的声音少一些 顾衡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 可又不愿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开心 晚上回家的路上 他非要拉着我说要庆祝 然后买了两杯原味奶茶庆祝 慢慢沿着街往回走 顾衡 你知道吗 我喜欢原味奶茶三分甜 甜度刚刚好 嗯 我喜欢冰奶茶 我喜欢奶茶加珍珠 我喜欢篮球 我喜欢听歌 我喜欢你 明明是简单的聊天 不知怎么的变成了两个幼稚小学生的比赛 最后演变成了一次告白 嗯 什么 我有点恍惚又有点惊讶 林静 我说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可是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你努力上劲 坚忍不拔 还可爱漂亮 因为是你 所以我喜欢 哦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 我们回家吧 上次你在食堂说糖醋小排好吃 我特意有去学 回家做给你吃 最近孙青也不知道怎么了 经常在主管累积很多任务 但又完不成 然后找我帮他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 我想着多完成一点任务 能积累经验 好好表现 便也接下他手里的一些活 今天一早刚到办公室 就看见主管在大发雷霆 孙青 你这个表格怎么做的 错了好几个关键数据 孙青低了头 主管 对不起 我最近手里活比较多 这个表格是林静做的 但是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却正好碰上孙青在打电话 隐隐约约听到什么下班过来 狠一点之类的话 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 准备下班 却碰到了另一个我不想看见的人 刚一出公司门就看到了张强 我的前男友 他一见到 我便朝我冲过来 用手指着我的脸破口大骂 正值下班高峰 许多同事都被他的骂声吸引过来围观 张强看到围观的人更是来了劲 你们看他 这个女的仗着自己有两分紫色 水星扬花 才开始疯狂追求我 追到我之后又不珍惜了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和好几个男生搞暧昧 把我蒙在鼓里 耍得团团转 还有啊 你们不知道 他是个复读生 能进你们这么大的公司 指不定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呢 这可是他擅长的 你们要认清这样的人啊 他这种道德品质败坏的人 是会污染你们公司的风气的 当着我的面如此造谣我 往我身上泼脏水 实在是让人没法忍 张强 凡事都要拿出证据来的 不是你红口白牙 在这说几句就有用的 当初 如果不是你连续在我们宿舍楼下 等了我一周 给我送早餐 我根本不会答应做你女朋友 长得漂亮 和水性洋花 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你你 张强没想到 我会直接开队 指着我不停破口大骂 围观的人群也来了近 各种各样的讨论声在周围响起 哎 这就是上次邮件说的那个复读生吧 看这样子倒有几分姿色 也难怪人家有其他途径啊 B 哟 现在这学生就这么开放了 这还没进社会呢 套路都一套一套的 A 也不知道我们得混到什么级别 才有这艳符呀 C 就你们这些男的 才能纵容这事出现 都不是什么好家伙 周遭的声音越来越难听 甚至还有一个员工越听越激动 冲过来把他手中的 刚接的一满杯水泼到我脸上 我一脸湿漉漉 又不知所措的站在人群之中 刚刚的伶牙利齿 都被突如其来的水泼蒙了 不知过了多久 顾恒奋力拨开人群中挤了进来 保护在身后 用袖子擦擦我脸上残留的水 然后一把抓起张强的领口 你是谁 光天化日在公司门口 欺负一个女生 你的教养呢 还有这水谁泼的 张强不耐地睁开他的手 嘴角清点一笑奶来的穷小子 林静 还好意思说你不水性洋花 还有穷小子替你出头 我是不是穷小子用不着你管 你管好你自己 别再去祸害其他女生就行 林静的好你看不到 是你瞎 说完这句话 顾恒拉着我走出人群 转角处 我看见孙青插着手站在那 脸色似乎不太好的样子 好不容易消停两天 事情又找上门 林静 等一等 身后传来胡声 我下意识地转头 看见孙青从后面追上来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主管吩咐你去档案室拿点东西 孙青一脸着急的样子 拿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非要叫我去拿 好像就是之前的一些方案资料 我刚刚被组长叫去修改PPT了 所以不能陪你过去了 说着 孙青还有一次抱歉的样子 既然这样 我快步走向档案室 想着早点把东西拿出来 好早点去准备手里的课题内容 可谁曾想 等我找到材料时打算出来时 发现档案室的门关了 我试着拧了你门把手 发现门还从门外被反锁了 这是公司最偏的一间档案室 放的都是五年以上的材料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 这么大的公司门还能随随便便坏掉 我正在打算找手机打电话时 档案室的灯全灭了 只剩下空调风机嗡嗡直响 偏偏手机这会儿 一格信号都没有 天哪 叫我不换5G手机 叫我不好好充电 就现在这情况 我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吗 我不由得搓了搓我手臂 上着鸡皮疙瘩 空调智冷效果好到离谱 我觉得越来越冷 我只能蜷缩着 蹲在柜子旁的角落里 我一边吸着鼻子 一边安慰我自己不要慌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我试了呼喊 用东西砸了一堆办法 筋疲力尽了 也能引起任何注意 我看了一眼即将关机的手机 在周深昏暗的环境里 逐渐失望 夜晚降临 空调一直呜呜地吹着 整个档案是里黑漆漆的 天花板上传来呲呲声 还伴随着爬动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见顾恒叫我的声音静静 李宁静 醒来时 我躺在我的床上 顾恒抓着我的手 趴在床边 我额头上还放着毛巾 我动了动手腕 动静吵醒了顾恒 静静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顾恒 一脸着急地看着我 嗯 没事了 我想喝水 你昨天吓死我了 晚上高烧不退的 他把我扶起来 水杯滴到我嘴边 嘴里还不忘念叨 你昨天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十分好奇这个问题 你昨天明明答应我 一起下班去吃米线的呀 我在你们办公室也没找到你 楼下也没等到你 后来保安都要关大门了 也不见人 电话也不接 我快急死了 后来找保安看了监控 你怎么会去档案室呢 孙青说主管叫我过去拿材料 我就过去了 顾恒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 你这小脑袋就不能稍微多心眼 有事先对我说一句啊 说完他觉得还不放心 又握着我的手 严肃地望着我说 还有 你个小路痴 下次出门 要像这样握紧你的方向 知道了吗 嘿嘿 我摸了摸被拍的地方 这人还怪甜的 不过怎么一夜之间成熟了一样 周一早晨 主管召集大家开会 讨论之前上交的方案 宣布留用名单 大家交上来的方案我都看过了 大家都很努力 也很有想法 但是有些人浑水摸鱼 不动脑子 还想靠走捷径成功 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的 本期实习留用的是 孙卿 孙卿 说不难过是假的 可我还是应该搞清楚 一下我到底输在哪里 会议结束后 我主动留下向主管请教 主管摇了摇头 小林啊 我本来很看好你 之前你复读的事情 我也略有耳闻 以为你是个努力的孩子 可是这次的事情 你怎么能抄小孙的成果呢 你这样在整个业界 都是混不下去的 抄 我怎么可能抄袭呢 这个方案还是顾恒 陪我熬了好几个晚上 走访调研了好几个竞品店 才做出来的方案 你俩方案几乎一样 你又晚交了好几天 那不就是吗 这么简单粗暴的理由 我近一时间无法反驳 这份几乎一样的方案 是怎么回事 看来需要我好好了解一下了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还不到中午 全公司就传遍了我抄袭的事情 而我却对拿出证据 这件事情一筹莫展 本来想找顾恒商量商量 可他一中午都不见人 没想到转角遇到渣 张强竟然和孙卿手牵手的 站在公司大厅的会客区 这样我着实震惊了一把 可当务之急是弄清抄袭 我过去想问孙卿知不知道 关于方案几乎一样的事情 没想到张强却像是一条 发了疯的狗 贱人就咬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女的对我求爱不成 居然欺负我女朋友 还想要诬陷她 碰上这个渣男 还真是没什么好事 可我也不是软柿子 张强 闭上你那张 不会说话的臭嘴巴 当初你家里人 看不上我的家庭条件 刁难我的时候 我就应该看清楚 你们一家都是这种货色 是我看不上你 是我甩了你 你没什么好得意的 还有妹子找你 也真是她的不幸 诬陷这是我会弄清楚的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开 下午 顾恒大摇大摆地 走进我们办公区 他身后还跟了一个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矿眼镜的男人 顾恒走过来牵着我的手 抬了抬下巴 冷声开口愚撑 你说吧 那名西装男点头哈腰 毕恭毕敬地回话时 少爷然后在我全程震惊中 他说完了一场串话 原来 陷害我的事情 都是孙青一手策划的 我复读的事情 是被孙青说出去的 孙青是张强的女朋友 他从张强的朋友 来得知我是张强前女友后 便怂恿他去公司找我闹事 企图败坏我名声 好让我没资格 跟他竞争留用机会 被关进档案室 吹了几个小时的冷风 也是他设计安排的 他还趁我被关的时候 拷贝了我电脑里的方案 并提前提交了方案 而顾恒一开始 为了我匿名发帖 后来在找我的时候 看到了监控里的孙青 与他自己的话自相矛盾 便偷偷安排人去调查他 而他居然是这家公司老板的儿子 之后孙青被公司提前开除 而我成功地获得了留用机会 下班回家路上 顾恒牵着我的手 迎着美丽的夕阳 好啊顾恒 我一直以为你是可怜的小奶狗 没想到你竟是一个豪门小少爷 我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专属小奶狗 哼 男人的嘴你知道吗 第一次在图书馆见到你的时候 夸我之后不论白天黑夜 春夏秋冬都好好疼你 好好爱你 一边说着 他一边拦着我的腰 将我拉向他的胸膛 那沉稳的心跳声 时时的落在我的耳里 全轮完